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不得雍》频道 今天是2024年6月16日第1267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 《下半年卖楼,情况不妙》 在我们这一集还没正式开始之前 呼吁有各位,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你们可以给个like 分享我这条片给你的朋友 还有订阅我这个频道 多谢各位先 我们昨天第1266集就说 美股总有一次机会给你赢钱回来的 我实践过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很感恩的 现在美股那边这一排都非常OK 但是都要小心 因为外面的情况越来越乱了 尤其在乌克兰的战争方面 看看会不会如果今年可以结束得到 就由现在开始 去到9月份、10月份就应该要打完它了 到时做不做得到呢 又不知道啦 加上呢 这个美国那边的股市呢 那个指数升得很紧要 真的有点担心 不可以整天这样升上去的嘛 那它又没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回调哦 所以这一样东西呢 希望大家如果在美股现在赚到钱的话呢 记住要留心啦 因为呢 不要因为贪战变成了德国贫 那就不好了 所以我自己记住这一样东西的 好了 昨天呢 讲到这个美股呢 也都要补充一些些关于这个EOMARS的 那这一个 这些人仔啦 他的Tesla在这么多家的科技股公司里面呢 这一排就最实际的啦 那但是现在呢 这个股价就有点点起色 那起色方面呢 他就在这里 我不知道是不是吹嘴啊 不过他说得出来的 我当然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啦 Tesla这个EOMARS举行了这个股东大会啦 那这个EOMARS呢 他就说了一样东西 他说现在的Tesla呢 是不单止呢 是开启着一个新的热章 而且呢 是好似在写着一本新的书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一个人形机械人的业务呢 将会是这一本新书的主角 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他的新业务来的 那预料呢 在2025年呢 就会是限量生产 这些这样的机械人出来 那当然啦 如果这些机械人做出来 效果不好的 那当然当然没那么厉害的啦 但如果效果非常之好的话呢 咦 那就不得了啦 所以呢 这些这样的机械人呢 明年可以在Tesla的工厂呢 是进行测试 那开头的时候呢 听说呢 就会做大概一千个啦 跟着呢 可能呢 就再加码呢 就可能做几千个出来 那就会在生产线方面呢 就是执行 执行这个工作的任务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令到这些 labor cost 就是这个人工的费用呢 工人的费用呢 就又可以再减少一些了 那原则上来说呢 可以叫做减少这个成本 好了 那这些机械人呢 卖不卖的呢 可以卖出去的 他说呢 如果这些机械人将来可以量产的话呢 相信呢 可以帮Tesla呢 是将那个 能力呢 是再推上去啦 而且呢 可以将个成... 那这些机械人的成本呢 听说呢 可以压低到呢 大概是一万元 一部左右 那如果可以两万元一部 卖出去的话呢 哇 好像很肥仔水喔 所以他说 这个人形机械人呢 将来会为公司呢 带来一个很大量的利润 那如果是的话呢 那我上次卖走所有Tesla的股票的话呢 可能就走错了 不过不要紧 这个世界呢 总有机会呢 是被我收拾的 所以呢 我都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 那Elon Musk呢 也都说他是一个病态的乐观者 因为他说 如果他自己不够乐观的话呢 那Tesla这家工厂呢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存在的啦 所以呢 他是希望呢 可以是力行 和可以兑现到他的承诺 那当然啦 如果你给足够的筹报 回报给他的话 譬如那几百亿的股权 给了他之后 那他拿到这些股权之后 他就会安安心心 全心全意 在公司帮手发展咯 那他说 哇 将来做得很好的时候 Tesla股价可以升到你不信的 他说可以升到呢 是25万亿 这个就真是夸张了些 25万亿就是等同现在 苹果的市值的8倍 那说什么 你试下回到400元这个水平的话呢 我都已经说你是叻叻猪的啦 所以呢 我们要慢慢看下去咯 但是我们香港呢 今天的情况呢 就 现在看下去呢 我觉得下半年呢 越来越麻烦 尤其是这个地产 所以呢 恒生指数下个星期一 即明天啦 回来的时候呢 都是低水的 都是要跌百多点左右的 那看怕呢 这个万七点呢 应该就守不住的啦 即是万八点守不住的啦 现在问题就是六绝呢 会不会跌回去呢 是万七点以下 即又见到万六点 一切都好像没有变过的 好了 还有一件事呢 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这个内地那方面呢 天气啊 一样会影响经济发展的 因为北方那边呢 就比较高温干旱的 没有水的 那南方这边 就像我们香港那样 这一排呢 哇那些雨多到 吓死你的 那这些极端的现象呢 可能会造成很多 经济上的损失 尤其是食物方面 那所以呢 中国那方面呢 可能迟些都有这些麻烦的 那这些麻烦呢 也会带来呢 在股市上面的冲击 所以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呢 会不会受到牵连呢 这一样东西 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希望大家呢 可以了解得到 这些情况啦 早前呢 这个行农地产的陈启宗 虽然他退了下来而已 但是他都常常参加这些什么会 什么会的座谈会 那有些东西说啦 那其实陈启宗呢 说了这个地狱论啦 就令到这个地产界呢 就叫做语出惊人啦 但是呢 其实都不是没有道理哦 他们现在说的东西 就是陈启宗现在说的东西呢 可能正正在我们香港呢 发生的一种呢 就是比较麻烦一点的事情 就是这个地产呢 是一揭不振的 那怎样一揭不振法呢 那这里呢 明报那边呢 有一篇文章啦 那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的地产界呢 正正是影响着我们香港的生存 那个存活率啦 那所以如果地产再敢跌下去的话呢 就大家呢 就真的会揽炒的啦 那香港的地产股表现呢 欠界多时呢 就肯定的啦 你都见到啦 有哪一家公司的股价 会是标青的啊 我看来看来 现在真的没什么的 那所以呢 到底业界又怎样看法呢 那早前的行农地产的陈启宗啦 那他就已经说了啦 他说我们现在整个市场 正是处于这个地獄的状态 真的有少少气息啊 因为上半年呢 卖得挺好的 但是你记住喔 上半年到现在呢 还没过的喔 我们要熬了这个六月份才过的喔 但是呢 稍微有少少气息之后呢 开始就变得了 所以我今天才拍一条片 就是死火啦 下半年呢 可能很麻烦啦 为什么呢 起码我记得的就是 这个李泽巨出来指着那些人说 你们这帮小子呀 不要想着呢 就是撻定啊 撻定都追到你售的 追差价的这样 那所以 一说的话 就算那些人稍微有一些实力的 都要度一度想一想 哎呀 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实力呢 如果是没有的话呢 那他们就会惆怅 也都不会够胆呢 说哎呀 随便啦 博一博去买楼啦 他们不够胆 因为他知道买了楼之后呢 他们有个责任在那儿的嘛 到时如果楼价跌的话 他们想撻定的话 你以为那么容易全身而退啊 不行的嘛 是不是 那譬如好像欺慎那样啦 14号啦 那么他呢 去年的亏损呢 虽然是缩窄了 不过亏损金额呢 也都高达呢 是接近9亿元的 那么 早前呢 这个在2月份 欺慎呢 已经是发出这个刑警啦 那么他说呢 当时呢 就预算呢 大概呢 会蚀9亿 最终呢 就是蚀了8亿7200万 但是你记住哦 通常这些公司呢 他们都是一大堆的物业的嘛 这些物业呢 就是一个叫做投资物业的公平值的亏损 就是说呢 他们那些的投资组合啊 都是贬值了的 贬值了28亿元咯 那就是说其实呢 他每股的资产呢 就会是便宜了点咯 会差了点咯 那么所以这一样东西呢 大家可以看到啦 好了 再看看另一家公司 荔新国际191 那么他呢 同样地在3月份呢 亦都是发出这个刑警啦 那么他说呢 上半年的亏损可能会扩大 超过10亿元的 那么最主要是什么呢 是由于这个集团呢 拥有的投资物业的公平值 都是减少了的 那么所以不是他收不到租 只不过呢 因为你的公平值 就是你那堆的物业呢 减值了的话呢 那就要计算六盘数道咯 那计算六盘数道的话 自然就会是亏损的啦 对不对 还有呢 恒基呢 恒基呢 在这个盈利方面呢 虽然就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但是他同样地呢 在这个公平值呢 也都减少了 是不见了17亿 之后他整堆的物业呢 同样地都是贬值了17亿 那么你想想 这些贬值呢 当然 现在贬值将来可以升回值的 但是 不知道有没有这一日来的嘛 但是贬值现在就在这个 正正在这个公司的盈利方面呢 就反映到出来啦 啊 好彩的呢 就是这个恒基呢 就前一阵呢 政府不是说收地的 收回地回来呢 就获得政府呢 给回補偿金 39亿给他 所以我也有拍一条片 就说 恒基好彩啦 政府帮了你一把 所以呢 你的财政的压力呢 就会是减轻了些少 不过呢 很奇怪啊 虽然呢 他的集团呢 就整天说 哎呀我们对香港楼私很有信心的 但是你知道洪水桥那里呢 虽然被政府收到一大半 那另外呢 还有另外的一半 就是大概三百多万平方尺的土地呢 他们都说 哎呀我们想着继续发展下去的 不过在现阶段呢 一直都没有提过呢 是要保地价这一样东西 那就是说呢 他们都是吹水多咯 就是要保地价 要拿钱出来的嘛 那这一排呢 如果可以不拿钱出来的话呢 就尽量不拿钱出来 也都不想着去补地价 因为补地价之后 你可能就要 开始着手 要建楼啊 设计啊 这些等等的东西 那都是要钱的嘛 那这一排呢 你都知道啦 卖楼的成绩呢 现在都不是那么好的啦 这个恒基在这个红磡那个地呢 就是那个楼盘呢 卖出来的东西呢 公布呢 消息就越来越少 那是不是真的卖得不好呢 那当然可以败过天的 因为这一排呢 那天气的确真的不好 但是你看到呢 有这些情况发生的话呢 我们香港老牌的地产商呢 个个呢 都有不同的麻烦 不需要说有内地的地产商来 因为他们没办法来香港和我们竞争 但是我们香港本身自己那些呢 有实力的都在挨着 那没有实力的那些呢 就更加闭家火啦 其实现在打开一张报纸 那些二手楼呢 蝎样的情况呢 天天都有的啦 有什么那么新鲜呢 不过呢 现在呢 就是说越蝎越大祸的 那这一样东西呢 才值得去关注的 那这里呢 轻轻讲两单的蝎样个案呢 给大家知道 一单呢 就很轻的 不过一单呢 就输到大大祸的 那就听着了喔 因为呢 这个蝎样楼呢 就继续扩散啦 现在呢 就已经去到纳米楼了 那其实很久很久之前呢 我想几年前那些人都说了 他说如果纳米楼呢 都卖到呢 一千万一层的话呢 那这些呢 当有什么大祸事发生的话呢 这些就会死得很惨 那现在呢 的确确呢 那些纳米楼呢 如果你走得切的话 恭喜你 如果你走不切要蝎的话呢 这个是正常的反应 你都不要埋怨啦 因为这些情况呢 经常都发生的啦 好了 那现在有些蝎样的情况发生啦 其中包括了在元朗的感受花园 一个超级大宅 那大宅的意思呢 就是除了他的实用单位 即是实用面积大之外呢 那他还有一些 嗯 花园啊这些等等 加加盲民呢 很大的地方的 那原本呢 就叫价呢 就是三千九百八十万的 那最后呢 都是以三千三百五十万呢 就沽出了 那尺价呢 都是一万二千元一尺左右的而已 那其实呢 叫三千九百八十万呢 就多了一点啦 因为这一个业主呢 其实他在2015年呢 是以三千三百九十八万买入 那今次用三千三百五十万卖出的话呢 其实在九年里面呢 就虚了四十八万 那当然当然可能要计算那些佣金给人的啦 那就不止这个数啦 不过如果虚了四十八万的话呢 你当九年里面 是当自己租平 就是租平屋来住咯 那也不是说虚很多的而已 不过呢 另一单呢 就大祸的啦 这一单呢 就在北角的半山 这个叫柏澳山啦 一个六座的顶层幅式的连天台户啦 哇 那面积二千八百多尺的 早前呢 就标价就说想用一亿六千万呢 就放售 那最终行不行呢 那当然是不行啦 最终用多少次啦 用了八千二百万 哎 连上三个车位一次过沽出去 是八千二百万 就是差不多是斩了一半 那这个赤价呢 就没以前那么疯狂啦 现在呢 就去到呢 挨近两万九千元一尺 那这个业主呢 都算厉害啦 在二零一九年 就是四五年前啦 那用一亿六千万呢 就连上这三个车位呢 就买进来的 那等了五年啦 现在卖出去呢 就虚了七千八百万 七千八百万啦 七千八百万可以买多少一些普普通的单位啊 哇 十几个都可以了 所以呢 那些有钱人真的有得亏了 那你会问 咦 这个有钱人究竟是谁呢 那应该啊 根据这些资料显示呢 应该是属于恒大的前副主席 兼行政总裁 夏海军的物业来的 那现在呢 就亏了七千八百万咯 那真是 sorry啦 那另外呢 加推啦 这个新地啦 这段新地很活跃喔 反而详实呢 就 自从前一阵呢 卖了一阵的房子之后呢 现在呢 就全部呢 就停了下来 不知道在做什么呢 但是新地就 哎呀 不要管那么多了 总之人家停了 我们就继续卖 所以这个novoland呢 就再加推多八十个单位出来 那想着呢 下个星期的周末呢 就会继续发售的啦 那看看这次呢 加加盖了 应该超过二百多个单位 不知道它能不能卖成的哈 那听说呢 最近收票呢 都收到呢 二千张票 那如果是第一批 一百五十四个单位来计的话呢 超压十二倍 就是好像看来呢 就是十二个业主 准业主呢 就欠一个单位 哇 似乎好像很抢手喔 但是 你都知道呢 最后如果卖得完的话 恭喜它 如果卖不完的话呢 那就对这个楼市呢 会踩多一脚的 那这个NOVOLAND呢 第一张价单 就是下个星期一起出的话呢 第一张价单呢 就是一万一千块 到一万二千二百块 左右 那加推这八十个单位呢 其实呢 就是有少少贵了的 就是由一万一千五百块 到一万二千五百块 那就是在试 可能这些的第二张价单呢 那些单位呢 是比较美景一点啦 或者是高层一点啦 所以呢就卖贵一点啦 那但是呢 它都已经很节制的啦 那新地的这个高层啦 雷霆他指出啦 放心啦 这一排呢 我们开放了这些示范单位啊 哇 市场反应都不知道多热烈啊 所以呢 有多些的买家来来就好了 所以我们呢 趁市旺的时候 又推出过 推多出这个八十个单位 来应下节 那希望呢 一次就搞定 那他说呢 其实这一次推出来的单位呢 都是原价加推的而已 其实呢 是没什么多度 但是呢 整体来说的话呢 其实是贵了少少的 不过贵了少少 略得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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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呢 就看看那些业主呢 肯不肯受了 那不过呢 我又很喜欢想听一样东西 就是现在呢 那不要说新 不要说详实那些 撻定的业主啊 我是想知道呢 在这个恒基或者新鸿基这些这样的准业主呢 买了楼之后 如果他撻定的话呢 会不会被人追差价呢 因为市场上呢 暂时还没有消息 那似乎呢 就是这些公司呢 就比较客气些 对那些人 就是见到你都撻定了 算了 免得追你了 追你都未必有钱给 但是如果一旦 如果这个新地也好 恒基也好呢 如果他们都有份是帮手说 你撻定都要追你差价的话呢 那我们下半年呢 我们卖楼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香港卖楼的情况呢 就会更加遭殃了 最近呢 罕有地呢 见到这个金融管理局呢 都出来说一下东西呢 好像是纾困这个民间买楼的困境那样 那所以呢 听上去就有点怪怪的 也都觉得如果这个楼价呢 是去到金管稿都要出来呢 呼吁一下的话呢 那似乎呢 可能呢 问题呢 就不是比 好像我们想象中呢 是那么简单 或者那么直接的了 那我们本港的楼价呢 其实已经连续跌了两年的了 那这两年呢 累积呢 平均来说跌了两成 其实有些呢 跌三成四成都不止的了 你看我刚刚介绍的那个豪宅 跌了一半了 是不是 那所以呢 近年来呢 有些的大部分那些人呢 买楼的时候呢 都要是用建筑旗形式呢 扣入的楼花 那这个扣入的楼花呢 你都知道了 现在买入至到入伙还有一段时间的嘛 那这段时间的话 如果楼价继续向下跌的话 死了 那当初签那个金额 和最后呢 真的可以做按揭的金额 可能如果差了一大绝的话呢 可能上不了会喔 那可能会被逼呢 就是会是撻订啦 但是撻订又会被人追差的价 那所以就很大事了 那金管局呢 就是针对上述的风险呢 就推出一些新的指引 那可能跟银行说啦 那银行听不听就是另一件事啦 就希望呢 在这个2月底前呢 签那些临时合约那些呢 是自用的楼花住宅的申请呢 按揭七成 那希望呢 银行可以帮到手咯 那但是银行肯不肯帮手 喂 银行不是开善堂的喔 那如果真的帮你手的话 到时那个楼价跌 那他拿回来 银主盘 有些都要亏的嘛 你以为银主盘一定赚的吗 只不过就是 亏得少 那就叫做执翻身彩 如果亏得多的话呢 那银行生意都很难做的嘛 不过不理 金融管理局呢 有这些指引出来呢 我不知道 对这个楼价方面有多大帮助 对那些买楼花的业主呢 又有多大帮助 但是 话多话少呢 都是叫做撑下场 那但是这个撑下呢 似乎呢 又是向市场呢 发出一个讯息 就是我们香港的楼市呢 就没有我们原本想象中呢 是这么坚酷的 可能呢 还是危危附 立下立下的那样 你看到 新鸿基地产的股价 前一段时间都见他80元的 还在赚着葛老太 做得好啊 令到股价升上去 来 现在呢 又回来71.6了 那如果这一排下个星期 如果买楼成绩呢 一旦有不好的消息出现的话呢 大家 很有机会呢 又会见到新鸿基的股价呢 又跌穿70元了 那今次 还跟不跟葛老太去买呢 那自己自行决定了 我都很想 不过呢 哇 一次买下去呢 又不见很多钱了 如果我有买下去 就是买下去的时候 又黑仔的话 继续跌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 在香港呢 我真是看不透香港的股市 不敢乱动 好了 至于恒基呢 那前一排呢 都威过一阵的 那现在股价跌回来21.4多 还是创了这个三个月的低位 那就是说呢 前一排升了一阵呢 根本就是完全抵消了 那他现在的情况呢 可能比新鸿基更恶劣的 因为呢 他现在的财政状况呢 就没有新鸿基那么红厚实力的 那但是不用怕啊 因为恒基呢 有个大股东四叔的嘛 只要四叔呢 肯将刚刚派发出去 或者刚刚收到回来的股息呢 再投入回去公司 借给公司的话呢 公司度过难关呢 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的 至于 新世界呢 这个就惨了 戴维那个拍傲装呢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搞的啊 总之他有很多楼盘呢 就是那些网民也好 或者是这些媒体也好呢 都在说的呢 新世界经常都在等着机会 哎呀希望呢 等个市好一点的时候 好价点才再卖出去 除非等下 那个楼价再跌些 等下楼价再跌些 那所以呢 对这个新世界来说呢 可能最不利就是他 因为呢 他不舍得买嘛 那不舍得买的话 楼价升就由自可而已 楼价跌 那他现在就惨咯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股价呢 又回回去呢 少过1美元一股的啦 7.73 不过这家公司呢 我也是奉劝大家呢 最好碰都不要碰 因为这家公司如果出现财困的话呢 好机会在低位呢 都要公股集资 你信不信呢 好了 最后一家呢 我又下了一笋啦 买了东西啦 现在呢 亦都创了这个历史新低啦 股价就是这个长实1113啦 现在的股价呢 唉 跌穿了30元 真是没眼看啦 二字头 29.4 其实呢 下个星期一回来呢 应该还是会继续跌 那他日日阴点阴点的话呢 你见到李氏父子 即是李嘉诚、李泽巨呢 他们都不会自己拿钱出来的啦 公司有闲钱的话 哎呀就有闲 买回一百几十万股 这样就顶一下住咯 那其实呢 多都不会的啦 为什麽? 摆了那麽多钱下去 你见到股价有起息吗? 没有啊 一路都一路地跌 那现在跌到连30元都守不住 那你说 是不是相当之惨啊? 那 兼且呢最近呢 都有一个比较 我觉得是坏的消息啦 就是详实这个安达神道呢 这个 港人首置的上车的项目啦 那曾经呢 在3月份呢 就申请呢 可以预售楼花的同意书 不过最后呢 就被这个地政总署呢 就拒绝了 因为呢 应该是符合不到的要求 可能未去到那个进度 那么 不可以让他呢 就提前那样去 呃 售楼啦 就是这个楼花啦 所以呢 这个楼盘呢 都蛮麻烦的 一共提供呢 超过 有2,900多个单位 那么 最少有1,000个单位呢 是属于这个首置的 好了 那么 至于详实呢 买了这个楼盘回来呢 就是这个地盘回来呢 投资额 是49.5,000万 那么 那么加上几里咯 下去的话呢 投资额呢 都不少钱的 那么平均一尺的地价的楼面呢 就是4,500元咯 那么你再加4,000元 那么起码8,000多9,000元 那么要执少少 那么要卖几元 那么现在这个势 你做不做到呢 不知道的 所以 现在好似个个都粒粒乱咯 所以陈解忠有时呢 都讲对话的 就是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地狱的境界 不过不知道你是在第几层的 如果你是第十八层 那就死得了 所以呢 我们香港的楼市呢 下半年呢 可能会更加严峻 那么我们香港的股市呢 就更加没有运行 所以呢 大家都要小心 小心 多谢各位